第三十题 大恩玉配置重量百分浓度 10%的糖水600公克 则他应该称取多少公克的糖 与多少公克的水混合而成 我们知道糖水就是糖加水 所以我们晓得选项B是错的 选项猪也是错的 因为选项B这样的糖水是610公克 选项猪这样的糖水是660公克 这不符合我们题目要求的糖水600公克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配多少的糖 那我们晓得重量百分浓度的公式是 底下是溶液克数 上面是溶值克数 然后乘100% 因此我们晓晓的我们的溶值的克数 就是我们溶液的克数 去乘我们的百分浓度 我们百分符号暂时不要理他 现在我们有糖水600公克 溶液600公克 我们的百分浓度呢是10% 所以呢我们消耗 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60公克的糖 那么我们的糖是60公克 那么水就是600减掉60 也就是540公克的水 所以我们的水需要540公克 而我们的糖需要有60公克 因此第三时提问我们说 则他应该称取多少公克的糖 与多少公克的水混合而成 我们答案选的是C60公克的糖 与540公克的水